好 我们来看师父今天的开始讲些什么 意思说 你看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之中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如自信 是拥有这一颗真如的情缘 和真实的善法和我们自己的真理性 意思说 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就是那个自信是寂静清静的 所以你来到了这个世间 本来都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来到了这个世间上 种种的情缘 很多的所有的世间的一些考验 比如事物 环境 人际 各种种的生活的一个磨念和考验 使到我们被这个世间所有的情困绕着我们 所以在这个世间之上 我们好像来到这边 就跟着这个水流着这个环境而逆转 有时候我们没有持着一个 我们明白我们本来的心境是真如的 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 因为世间的东西 这个色的东西 太诱惑我们 所以直到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的本如的善和我们本来的真理了 所以师父说 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世间 我们对自己的自信负起很大的责任 意思我来到这个世间 我不止不过来了一个情缘 但是在了情缘的任何的缘分的话 不管顺境 逆境 顺言 逆言 我们都是一个过程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 每一个当下我们就会清楚明白 安住在真理之中 但是我们没有进入这真实的修学的法门 所以就包括说我们自己的责任 对我们自己负一个责任 好像我们说今天厨艺 食物 念经 打坐 这些都是不只是为自己自信负责任 我们也为我们的过去生的一些众生负责任 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 我们就颠倒了 就把我们本来的真理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善缘 完全就忘记了 所以师父说如果要真实入到这个善法和真理之中呢 你才可以真正的去实践你修行的真路 而你说没有真实进到这种善法和真理 你不能够说我已经进入修行的法门 所以你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 就自己自知了 是世俗和修行和善和真理到底有没有混乱了 如果我们混乱了肯定我们就在轮回之中不停息的轮转的 我们的本如本性 就是说你要入境这个修行的本能 就是我常说的出离心 菩提心 空正见 这是必经必修之路 师父不会讲这些 他只是讲自信能宽大 扩大 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本如是会把它扩大 就是修出离 修菩提心的话呢 你能够入善法中 你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才可以反观自己 意思是说你才可以自省 自己会反省自己 自己会知道自己的这个不善的习气 知道自己的烦恼 如果你没有入法 你完全不会的 你不觉得是一回事 你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怎么样啊 我就是这样过日子啊 我应该是这样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每天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没有错 我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啦 你要怎样过你的事嘛 关我什么事 对嘛 但是师父一直苦口婆心告诉你说 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感觉说 我的自信本为善 本为正的话呢 你才会常常去省洁提醒自己 这里的自省的意思呢 了知自己不善之习气 会了解自己呢 你才能够改变 如果你今天不觉得你的态度 你的心性 你的修行是不对 你很想真正的去修菩提心 慈悲心 或者是出离心的话呢 你还不能的话 你不会走在一个自省自觉的道路上 所以你不能够走到你的自省自觉的道路上 你也改变不了 你就是在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所以呢 要真实进入 知道自省 你才可以真心的改变 所以我们不懂 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自己 真的是想要断习气 想要断烦恼 想要了脱生死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说 哎呀 做人不好吗 做人是真好 是 做人是很好 非常好 所以一切的烦恼了 如果你懂得真心去改变 你做人是肯定是好的 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你的目标就是 我在这个社会上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要来改变我自己的 我是要来了脱我的烦恼 我自然是要改变真心入门 那你就很奇怪 你就会解脱了 那一切的烦恼自然解脱 那你在人世界还有哪里会被困的吗 当你的烦恼被解脱的话 你哪里在乎你世间的一切面对的问题 你也不在乎了 好也好 不好也好 都随之因缘去做 你就不会被困扰在每天早上起来 哇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这样不如意我就不高兴 他不听我的话我也不高兴 我做的事情不符合他我也不高兴 你就困在你的烦恼之中 如果你懂得解脱 你懂得什么叫做善和真理的话 你就不会被困了 当你不会被困 意思就是说 你的业力中已经解脱了 如果你解脱了你的业力 你的人生是非常踏实的 你的这一生走得很开心 只是再来生 你也很自在很开心去面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人生的道路是踏实不杂乱的 不杂乱的是不会说 欲望不会那么高 对于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烦恼 也没有那么的要求 就是清静自自在在的过日子 而且呢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之中是一步一脚印的 一直往这喜业的路走 喜业的路走 所以很自在的那种感觉的光景 你就是如是的生活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呢 是不错 很写意啊 很安逸啊 生活也没有烦恼啊 也没有经济 不要说没有烦恼啦 讲了没有烦恼是肯定错的 要讲没有经济的烦恼 没有家庭的烦恼 没有物质的烦恼 样样都好 但是有一点烦恼 就是心灵的烦恼 他们总是找不到要什么 到最后还在找 还在找 永远找不到 钱也很多 什么都很好 生活也很写意 想吃什么有什么 什么都比人家好 但是他有一点烦恼 就是他被业力所困的烦恼 你问他什么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的心灵没有达到 一个所谓的喜悦和自在的光景之中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他真正的方向 他没有找到心灵真正所需要的 原来就是了脱业力的残困 因为业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好像你心灵无端端的恐惧 害怕 空虚 其实不是什么 是心灵业力的牵引 业力很可怕 所以有些人 你看他说 活得很困扰 甚至忧郁 甚至很种种的病痛 都会去纠缠着他 为什么 这全部是业力 因为他不懂得业力的困扰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所以他没有去寻求真正的解脱方法 在被业力困 困 一直困 一直困 直到有一天你摆脱不了的时候 痛苦就来了 所以我们修行人师父所说的 对你自己的自信 你要明白 你的自信是清静自在的 把它找回来 一定要两个件事 第一件事就要安住在善 善法之中 好的法之中 而且要除了善法 还有真理之中 这两样合在一起 你才可以摆脱 你不要有一天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我帮不到你 因为你觉得你很空虚啊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什么都没有了啊 那你在佛前哭就好了 对自己哭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我要的是什么 到最后你要的时候拿不到了 一个刹那 你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你都拿不到 而且堕落了 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 对自己负责任 那么你对自己负责任的方法就是 积极之良 去业障 把业障消除 惭愧忏悔 然后积极之良 两方面做 一边去除肮脏的 一边增长 就是说 去之障碍 然后积极之良 这两个是我们所要做的 好 谢谢大家